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称 刚过去的2月份为新加坡自1869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月份 新加坡气象站在刚刚过去的2月只收集到了0.2毫米的雨水 使得这个月成为当地过去145年来降雨量最少、最干旱的月份 除过雨量最少,2月也是过去30年来新加坡平均风速最高的月份 同时每日相对湿度也创下了新低 据张仪气象站的每月降雨量数据显示 上个月新加坡0.2毫米的降雨量 比2010年2月创下的6.3毫米最低降雨量纪录少了很多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李明报道